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大氣壓力 這是我們空氣中的壓力 我們書上都告訴我們 大氣壓力來自單位面積上空氣處的重量 我非常不喜歡這個定義 因為當我告訴你它是來自重量的時候 你就會認為它方向是朝下 但不是,它跟液壓一樣是四面 八方等一下會有不片 那這又是我們大氣壓力的來源 每本書都這樣子教 所以我們也要這樣教 單位面積上空氣處的重量 因為有一個圖你會發現 山下的空氣處比較長對不對 山上的空氣處比較短 所以比較什麼意思 山下的氣壓會比較大 山上的氣壓會比較小 這是一個重點要小的事情 升到天上氣壓會變小 好,這是剛剛跟你講過的 好,像你墊一個塑膠片 往下,它不會掉下來 表示有受上上頂的一個壓力 頂口朝左也不會掉下來 表示有頭一個向右的壓力 所以表示我們的大氣壓力跟硬壓力一樣怎樣 內部一點是四面八方 在氣力的時候是垂直氣力 跟硬壓是一樣的 是硬壓是一樣的 所以並沒有特定的方向 那麼這個是個重要有名的實驗 叫做馬德堡半球實驗 這位大哥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拿了一個兩個半圓形的金屬球 扣在一起 當時有抽氣機 就把氣抽掉 左邊一批馬,右邊一批拉,拉不開 左邊兩批,右邊兩批還是拉不開 一直到左邊八批,右邊八批才拉開 這顯示了一件事情叫做原來大氣有壓力 可以把壓得緊緊的 同時還顯示了另外一件叫做 這壓力還蠻大的 壓力還蠻大的 要左邊八批,右邊才能把它拔開 它多大呢 等一下會有個數字 大概是每平方公分一公斤重 大概如果你身上的每一平方公分 就有一公斤的壓力壓在上面 等一下會有數字會出現 這叫做馬德堡泛球實驗 這個實驗驗證了大氣壓力的存在 這是一個重點 那大氣壓力要怎麼量呢? 你平常這樣子量是量不到的 因為大家都有壓力,大家都互相比 要量不到 但是有一個托里切力大哥做了一個實驗 可以幫我量大氣壓 叫做托里切力實驗 他的原理就是我教過給你的那個聯通管原理 我教的聯通管原理叫做 將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鏈上壓力比相同 我們托里切力大哥托大哥呢 找了一個一公尺長的玻璃管 裡面掛滿了水泥 然後把它倒插在水泥槽中 然後水泥就掉下來 水泥就掉下來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 這個就是大家底部都連在一起 所以叫做聯通 所以它叫做聯通管 然後呢 它的有一個 它底下這邊 液面那個地方就是同一個水平面 同一個水平面 然後呢 它的壓力會怎樣呢? 就會一樣 就是這要做同一個聯通管 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 所以這個壓力跟這個壓力要一樣 這個壓力就是大氣壓P2 這個壓力就是上面有一個空氣的壓力 像這段液體壓力 所以就是P0加上P1 所以根據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這個壓力會相等 P2等於P0加上P1 而在托里切粒托大哥做的實驗裡面 沒有P0 為什麼沒有P0 因為水 玻璃管灌滿水泥 倒插掉下來 這上面是什麼? 空的 沒有東西的 這叫做托里切粒 真空 沒有東西 所以說沒有P0 所以不要它 表示P2等於P1 哇太好了 原來你的大氣壓 就跟我的液體壓怎樣? 一樣 液體壓我很會算啊 P等於Fd壓 我就看高度就好啦 如果我們大家都用水銀B就不重要啊 對不對 我就只要看高度 越高的壓力就會越大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我這一段的液體壓力 來表示我的大氣壓力 未來的一些考試題目 基本上都是這個想法 什麼想法 左邊壓力等於右邊壓力 又是聯通管原理 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銀面上壓力必相同 反正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可以用我的這個高度 高度來量我的大氣壓力 這個高度就要讓壓力大起來 高度越高 大氣壓力就越大 這就是我們的脫離切粒實驗 這個實驗很重要 所以你要能夠理解 它是怎麼做的 以及做出來的結果 OK